最近有的媒体就报道说 你从以色列去攻击伊朗 你在这个俄乌战争的状况 他们都说这个对中国来讲 非常压力之大 因为看了这个状况 你到底敢不敢侵犯台湾 你要这个算盘多打几圈 特别刚刚讲的 俄乌战争上面 不是F-16进去了吗 F-16进去之后 出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 现在在空中的苏34越来越少了 搞了半天 这个苏34竟然被F-16哦 这个F-16是一个非常老旧的飞机哦 居然一架一架将他击落了 马来哥F-16呢 在乌二战争里面 到底有没有发挥作用 现在验证出来了 苏34就是他的刀下亡魂 以及他的忌旗 为什么会这样讲 可是苏34不是很厉害吗 对 马来哥这个我讲给你听了 苏34厉害归厉害 但他有非常大的盲点 为什么就说 F-16顶多三代四代啊 他在改装什么改装 也不会是五代战机啊 这么就行了 但错了 为什么 因为F-16他至少在Dog5上面 他有他的擅长特点 没错 空对空他厉害 但苏34是什么不好意思喔 苏34他是从那种苏凯其他旧型号 改造而来 而改造之后他最大的特点在于 带弹量非常大 但是呢他的阵列雷达先不先进 马来哥跟你讲一点都不先进 你知道他的髮型喔 他跟他近视一样 近视 他跟他看70公里而已 他只能看70公里而已耶 所以你说这种情况下 那F-16很远吗 F-16至少好歹他加装弹舱之后 他可以看到300公里嘛 对不对 至少150没问题嘛 所以他们讲苏34是最尴尬的什么 他底下可能带一大堆非常这种 远距离长城打齐的飞弹 弹道飞弹对空对空空对地 但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喔 你看喔他可以飞4000公里 但不好意思 他根本就看不到啊 你看不到敌人 所以他们俗称这个叫做鸭嘴兽 这个鸭嘴兽 保德哥你有没有仔细看 他的弹舱 他的我们讲的驾驶舱这边 叫近视野 你近视啦 他根本就看不到 所以这个情况下呢 所以本来苏34出来了以后 他是什么 他是当代被认为非常强的战轰机 我有战轰机跟轰炸机的功能 我可以再大量的弹药 而且刚才讲我是可以跟F15来对比的 我可以等于说我可以使个凝虐 肆虐对手的 就没有想到2008台正式服役喔 就没有想到你这个再上上上去喔 被F16盯上了以后 你就跑不了了 保德哥我这样举例好了 F16如果是只有一个70公斤 我们讲营量级的 那初三次他明明就是一个重量级 上达100公斤的选手 但不好意思这100公斤的选手 他没有戴影线机即是800度 啊这个度数1.2当然被他打得完嘛 而且保德哥你知道喔 苏34有一个最大最大的弱点是什么吗 他根本没有后照镜 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什么叫没有后照镜 你脚身看不到 看不到后面 对因为他战量很大嘛 然后全部武装嘛 所以你这时候呢只要Dogfight 绕背绕到后面 有个S16我们讲来一个回旋 绕到后面的时候你知道他怎样吗 他完全不知道你在哪里 因为他刚好他这个有时候还做这种两人做 所以他后世的这种我们讲视野盲区非常大 不像我们现在讲的F16现在的头盔已经完全改装了 F16现在头盔改装是 他是360度的视野了 对等于就是说即便你全副武装量级在重 但是你有非常大的盲点雷达不好 然后后世我们讲只要敌人绕背到你后面呢 你根本手无操架之力 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讲是俄罗斯亲自验证的 不要说又是乌克兰自己讲 俄罗斯自己跑出训道说爱好我们非常的哀悼 我们损失了一下苏34在那边悼念 那你不就刚好验证 你们真的被F16打下来吗 而且他们现在已经被打下六架了 对各位而且是每天都在调哦 等于就是说以前苏34他没有对手嘛 顶多遇到一些米格机老旧机 但只要有一些正规正常F16的军种 那时候大家一直在讨论说 哎呀F16的飞行员呢 才经过这么短的时间训练 有没有办法因应误恶这种高强度战争 事实上证明绝对有办法因应 因为即便F16他是属于这种老旧战机 但经过改装以及经过现代化模组的训练之后呢 他还是有一站的可能 好体会我们刚才的纽约时报就做了一篇报道就是 如果你今天看到了以色列千里奔袭攻击伊朗 而伊朗所有的二制武器都英雄无用之地的话 这会把中国吓死 你说不是只有这样 在俄乌战场上都已经证明了 美制武器可以碾压整个二制武器 而F16才刚刚上去 F16才刚刚上去几乎一天一架 把苏凯34打着玩的 对苏34来讲的话是俄罗斯在自己使用的 其实他没有再输出到其他国家 他不卖人的 对他没有卖人的 就像美国F221R他不卖人的 不卖人的原因是通常是比较好的会留在这里 也避免说他的高科技外流到其他国家去 所以其实苏34如果照道理讲的话 应该算是俄罗斯境内来讲 算不错的这样的一个战机 但是他是属于重型的 所以他的礼敏度来讲的话 再加上他的所谓的雷达等等相关的系统来讲的话 比不上现在的西方国家了 所以现在F16来讲的话是追着他打 那他根本就没办法回击 苏三世的脖子强不强 强 速度快不快 快 奔袭的距离远不远 远 我在所有的物理性能上我都很强 可是重点是我在电子设备上面是落后的 电子设备上是落后的 我就只能挨打了 是 只能挨打 所以他有两个飞行员都坐在座舱里面 事实上来讲的话 他可能都还不晓得 他已经可能被 当然知道被锁定 但是问题是说 他在宫中的缠斗来讲的话 他能力是薄弱的 从战场一发生到现在来讲 已经乌克兰击落好几架 这个苏系列战机 但是最近来讲的话 都是不断地被F16击落的 那显然F16的性能非常非常强 所以我们现在不是也都用F16的 这个系统来讲的话 就可以了解到说 未来中共如果用所谓的苏式系统 或者是所谓的 他们自己做的间系列来讲的话 可能也比不上F16的一个残动能量 那我现在不懂 如果你的武器领先对方那么多 而且现在还讲说 乌克兰现在还有这种VBAT的无人机 这个VBAT的无人机是 我可以到现场 我可以到现场以外 我在数百公里之外 我可以标定所有的这个设备 标定所有的设备之后 我这个设备 这个所有的坐标 回传到 刚刚讲100 200后面的海马斯火箭带 或任何东西 他看都不用看 坐标收到 一按就直接打了 可是美国为什么要在这种东西上 不断卡住乌克兰呢 是因为这种东西 如果真的给放开给乌克兰的话 不好意思 可能不小心打到莫斯科去也不一定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因为这种东西 如果说你使用的当的话 一两百的这个距离 一两百的距离 你知道从乌克兰边境 到莫斯科才300公里而已 那如果真的是放手 让乌克兰整个大开杀戒的话 那不得了啦 那西方科技武器 全部进到这个俄罗斯上 他不是军事问题了 他就变成政治问题了 那如果这样的话 他这些高科技 那这些高科技的目的 就是要让乌克兰能够 维持住他目前的状态 然后牵制住俄罗斯 但是问题是 你也不能赢 也不能把俄罗斯整个击溃吧 那不然的话怎么对付中国 那其实还要运用 整个国际社会的 政治真空的这个状态 所以我要说的就是说 其实乌军来讲的话 拿到美国这些武器 美国都会给他限制 你怎么打哪里打哪里 这才是乌军目前来的状况 好 我们在一开始讲说 现在北韩有排了部队 到了俄的战场上 结果因为沟通的问题 根本没办法作战 那今天 当然有个不幸的消息 我们也有一个士兵 他是我们的特战兵退伍 也到了乌克兰战场 也身亡了 你跟他有 经过两年的一个互通 我们第一个非常好奇是 台湾所受的 这个所谓的特战的训练 到了这种国际的战场上 你到底能不能用 而这种战争的真实面貌 到底是什么 老杰你现在那个 刚刚萤幕上面的这些讯息 就是两年前的 2022年10月15号 那么来自于高雄的 吴中达 外号叫阿达 透过脸书讯息在 哈尔可夫跟我联络 我们整整联络了两年 那么为什么呢 因为他知道 在电视上知道 我是特战老兵退伍 是政战特军队退伍 他跟你联络的时候 他说我们今天早上收到通知 我们整个营的突击队 要前往俄罗斯库斯克作战 我这个小队的台湾人有三个 我告诉各位 所以事实上有蛮多 台湾的这些年轻人 他们大部分都是 特战部队退伍以后 他们志愿到那个地方去了 那么他们不是一开始 就是雇佣兵的 为什么呢 一开始是加入国际志愿军 就是所谓的国际军团 有十几个国家 然后来到了这个的乌克兰了以后 因为基本的英文的沟通能力 是OK的 所以阿达他的英文不是非常好 但是沟通是没有问题 包括一些军事术语来自于 其实我告诉各位 里面有来自于美国的 有来自于英国的 也来自于西班牙的 他还很高兴从来给我一张 他跟他小队里面 那个西班牙的战士 他的同袍一起合照 他那个西班牙同袍说 透过我们的YT的电视 还认识我你知道吗 所以你就知道 这两年来 我们不断地透过沟通 我都叫他要特别要小心 为什么呢 因为各位要知道 在前线第一线 那么那是雪淋淋赤裸裸的战场 那个真的跟你我在看电影 看电视是不一样的 所以事实上在去年 他就在一次执行 他们是属于侦察大队夜间突击 然后他在执行突击的时候 炮弹砰的过来 红过来砰炸开了以后 腿部就中弹了 腿部中弹了以后 由他的同事扛着 然后回来了以后 后来辗转回到台湾来养病 所以在今年7月2号的时候 重新再回到乌克兰的战场 他是后来才签了7年的 这个所谓的 从本来志愿军国际兵团 后来才签了一个 7年的雇佣兵 他还把那张乌克兰 他跟乌克兰战争签的契约 传来给我看 你知道吗 我告诉各位 还好有签这一张 要不然他的家属 连虎须军都拿不到 你知道吗 那么他不断地在出勤的时候 他们其实不是像我们想象中说 就随随便便 像北韩军官一样 北韩这些士兵一样 就把他丢到前线去当炮灰 没有 他们还真的有训练 为什么呢 还有来自于各地的军官系训练 比如说他们今年 那么大概9月以前 整整8个礼拜的突击训 为什么 因为要深入俄罗斯去 他们要深入俄罗斯去 所以他是打库斯克的 对 所以他整个营 有好几百个人都是突击队 那么突击队训练了8个 8礼拜以后 他那天很高兴跟我讲 他们要到库斯克去了 我还特别跟他讲说 你还特别小心你的安全 因为你要深入到俄罗斯的境内去了 因为现在俄罗斯 有了北韩军团 有了这个等于相关的 他们真的想办法 这个等于还击 我跟你说 恐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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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恐惊恐惊恐惊 北韩士兵没有高科技 没有无人机 但是他们是特战部队 所以一旦他们半夜的时候 跟你打突击训的时候 要非常非常地小心 那么他还蛮兴奋的 后来在10月20号的时候 传给我 他们抓到了年轻的北韩士兵 抓到北韩士兵了 10月20号其实就抓到了 抓到了北韩士兵 抓到了北韩年轻的士兵 瑞德哥 我们抓到北韩士兵了 没有错 这是他等于说 直接传来给我的等等 我不断地跟他耳提面命 跟他讲说 那么在前线一定要小心 他有个非常大特征 把我们的青年白日满地红的国旗 带到战场 然后出勤前一定跟国旗敬礼 然后他的这个等于胸前 有一个四方形的 有一半是国旗 有一半是乌克兰的这个等于国旗 背账也是这样子 所以他是一个很爱国的 他是为了要去打这个 这个俄罗斯的 然后呢 去了以后 告诉各位 他这次遇到什么 他这次遇到事实上 他出勤前还拍下最后的一个 这个等于影带跟香港的画面 保洁 你知道他们是 所谓的夜间侦察大队嘛 他们运气不好 为什么呢 情报错误 本来以为只会遇到 小谷的这个俄罗斯 他们遇到大队的俄罗斯的 这个炮兵啊 还有相关的部队 甚至有狙击手 一发腰两洞炮 砰的就倒在 射过来以后 就在他们面前炸开 有一位他旁边的这个 等于说相关的这个战士啊 嘴唇就直接被炮弹削掉 然后呢 他们的队长 他们的突击队的队长呢 直接被对方俄罗斯的狙击手 砰的把这个手给打断了 然后紧接着来第二发炮弹 第二发腰两洞炮的炮弹 掉在这个阿达的面前啊 他的腰被炸出一个大洞 整个人躺在血泊里面 没有办法动 那旁边的人也没办法救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几十发的炮弹全部都过来了 几十发的炮弹全部过来 他不是死在手榴弹上面的 是几十发的炮弹都过来了 旁边的人明明有机 就没有办法救他 所以只好撤退 因为现场已经被死了蛮多人了 等到后来 那么整个现场 已经没有这个 等于说炮生了以后 他们要尝试回去要找他 已经找不到他的这个尸体了 他说我们收到命令 不可以吃志愿者 跟民众给我们的食物 因为在这里面会下毒 没有错 事实上他们已经进到了 俄罗斯的库斯克的一些城市 他们的长官特别跟他讲 包括老百姓说 哎呀这个要翻饮你 干什么 不是单狐飘以以往吃吗 对 那个什么老百姓送东西干什么 他不可以 为什么 因为俄罗斯叫这些 这个等于阿兵哥 扮成老百姓 然后送给你 食物里面下毒 不动 他们乌克兰的这个 等于说相关部队里面 有人就因为吃了 以后被毒死 所以事实上 在前线里面 没有人是天生 我跟你讲 没有人不怕死 但有些人对他来讲 在战场上 战场就是他最大的 这个等于说人生奋斗的目标 所以他跟他家人讲 他也知道 很可能有一天会战死 在乌克兰战场 但是使得其所 就不要来找我了 就没想到 我非常的震惊 我那天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 非常的痛心跟震惊 但是至少 至少 那么他死在自己 愿意去付出的乌克兰战场上 现在在恶务战争上面 他的凡事怎么讲 我现在要恶务赶快解决 恶务赶快解决 我要去全力去对付中国 那恶务怎么办 好了 跟我讲 乌尔现在 就台湾现在最流行的句话 急了 急了 跟我们讲急了 你知道什么 就是大家都想 赶快把这场战争结束 所以你仔细看 不只是这个我们讲 川普去到欧洲 强声谈第一件事情说 我们这个乌尔战争 你可不可以鼎翼相处 赶快结束啊 川普也说乌尔战争 我上任 我马上把它结束 包括你知道吗 现在乌克兰也有 俄罗斯也 全部都叫做精锐进出 你说乌克兰有精锐进出 你说现在刚刚讲的 已经看到结束的终点 在那个地方 结束的终点在那个地方 开始你两边就要谈判 两边谈判之前 我就要拼一个好的筹码 所以两边都急了 因为两边都要找台阶下 最后的ending post就很重要 到底是谁出身影 跟后续到底 我们要怎么样去谈判 这件事情至关重要 所以你看俄罗斯现在 要人没人 要钱没钱 但是他们有了什么 到处一堆命 他们就拿脚肉机 拿命来去堆叠 为什么你这样知道吗 不要钱没有要命一条 这样老杰哥你知道 我跟你讲 俄罗斯到目前为止 你知道他们整个战损的程度 已经到达42万 正是最高 他们估计可能到70万 那你知道这个 死亡吗 死伤 死伤 你知道这个70万代表什么意思吗 原本俄罗斯 估计要攻打乌克兰的 估计人数都没有这么高 他原本想说 我估计可能50万人60万人 就打下乌克兰 就你现在连死伤人数 都超过这个数字了吧 但人还是干嘛 不断的往哈尔科夫 不断的往前线去送过去 因为你知道俄罗斯现在 遇到一个最大的困境是什么吗 第一个哈尔科夫 已经变一个新的角落场了 他把最新的部队 人啊 利亚全部往那边推 再来 他从我们讲 游北往南 整个战线保抉哥 1000公里 所以1000公里状况下 大量会一直尬一直尬嘛 他们这个我们讲的 奔散之后 所以你知道那乌克兰做了什么 乌克兰也把所谓的 陆军战术导弹 把所谓的海马斯雄 大量的他们最精锐的飞弹 完全去侵袭 完全去摧毁掉 整个俄罗斯 他的部件跟建军 像最近有出来一个最新消息 你知道什么吗 第一 俄罗斯的我们讲 薩姆300 400 又被打掉一个 而且这一次乌克兰 也没再给你省成本的 一次就发6颗 我就发6颗陆军战术导弹 打过去 就是要把你的我们讲的 薩姆300给毁掉 而且刚刚讲的这个ATSEM 他是所谓的这个奇速弹 他是用整个奇速弹的方式 是用不是一个点哦 他整个面把你给炸掉 对而且一次发6颗 你看他那个奇速弹的范围 居然这么大 别别别别 看着都密集恐惧症 保陆你知道这个厉害在哪里吗 你有没有仔细注意到 他有好几个圈圈 好几个圈圈 所以他不是只有一发 他不是一发奇速弹 他一发还嫌不够 我一次发6发奇速弹 就是把你这边打成蜂窝 对 他的目的为了什么 这为了要摧毁一下我们讲薩姆300 然后还有他周围的雷达卫星 各位这是不计成本代价 你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吗 因为乌克兰他现在也急了嘛 但是我就是全部的火力 能打就打 甚至你知道 他们还公布一个最新的这种装备 跟这个影片的照片 他们是用什么 大量的无人机 那这无人机去干嘛吗 去摧毁他的陆军的系统 包括我们讲俄罗斯的步兵连 包括俄罗斯的摩托连 其实各位现在看到了 你仔细看哦 除了无人机之外 你又没有仔细看 他说这是原本他的样子 这个无人机在拍摄 对不对 那你看到下一刻 一样跟刚刚长痘痘 那个密集恐惧的状况一样 用急速弹去打这种 我们讲路面部队 有这么不计成本的吗 代表乌克兰就是 反正我现在俄罗斯 你来犯者 我全部都要把你摧毁殆尽 而且不只这样 俄罗斯当然也有相对应的反制 但俄罗斯没有精锐的无人机 他也没有精锐导弹 所以这些变成废铁了 对 瞬间就 地上都是弹口 都一个洞一个洞 跟月球表面一样 而且各位你有没有看到 就打一台车子而已 炸成这样子 你知道完全是沙武射 但是俄罗斯拿出来的法宝 我跟你讲 你知道是什么吗 他拿出来一个叫做FAB3000的 一个我们讲的传统型的导弹 我跟你讲传统型的飞弹 那你知道这个飞弹 为什么讲传统型吗 因为各位你仔细看 他上面是不是装一个小字吧 这是他的外挂装置 这个叫滑翔装置 因为如果他不装这个小字吧 他就只能垂直的落到地面去了 他飞不出去 所以他就是很古老 很古早 炸锅炸那种炸弹 所以他后面是没有引擎的 没有引擎 但是你不要小看他 为什么 因为他有6600磅 换言之他的破坏力 跟毁灭力非常强 但是为什么俄罗斯 现在用到这种东西 其实俄罗斯应该有KH-22 KH-32 有这种长程的高超硬度导弹 他用到这个代表说 他们也比没完 你知道吗 弹性两绝 没有啊 所以连这种旧型的东西 都拿来轰炸 各位就会看到就这样 他这个原本是图22 就是那种很传统轰炸机在用的 但他们这一次用什么 用苏凯善石 用苏凯善石说 我还要展现我军威武 就清仓大拍卖啦 反正我仓库里面有了什么武器 我都拿出来炸 但保理哥你知道出了一个大状况 怎么知道吗 当他要去轰炸 乌克兰北部有一个人在这种 临死了这种集结营的地之后 你知道发生什么 炸歪了 就是他这个东西瞄不准 你怎么会期待这种古早的东西 各位你看到喔 他原本他其实有一个瞄准轴 瞄准轴是那个蓝色建筑 对 有没有 你要炸到就炸到旁边去 歪掉 没炸到吗 没炸到炸到旁边 就只能用波及 因为对他来讲 他只能用这种老古董 而且用滑翔的方式 所以你就代表说 这个俄罗斯他想尽办法 整个仓库里面能够拿的 能够剩的 全部都拿出来 甚至他在清仓了 清仓大拍卖 没办法 因为要讨厌 真的 他现在只有他主价格没有变 他只有外表受损而已 对对 所以这个我们讲临死影 大家好不容易的看了一场 这个大型烟火秀 炸了之后只有炸到外表吗 根本没有炸到里面啊 没有这个受损 但是俄罗斯还是很高兴 大肆宣传此事 但现在最惨是什么 最惨是他们如果没有自己的武器 那只好找好朋友来帮忙啊 他们用了谁 中国制的东西 因为现在乌克兰打击俄罗斯 最严重的不就是无人机吗 就各位你现在看到这个画面 他拿着中国这种专门对无人机的枪 下面有一个小小穿白色的人 你看拿着一支枪 很警戒哦 往前跑 你要开始瞄哦 开始瞄哦 瞄瞄 我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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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还是炸掉 然后吓到马上拔腿落跑 这中国制的武器完全没有 空中制爆 完全没有用 所以你就知道 他现在对于我们讲的俄罗斯来讲 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 俄罗斯 然后中国甚至北韩 能够提供武器完全派不上用场 对的 当然现在影响到很多人 内乡真的改变了整个世界 还有一个 刚刚他的副总统讲 如果他们要对美国人承诺 要川普去那个地方 就是俄乌的战场 然后要他们停火 要不然不要再打下去了 全世界如果有一个人 可以真正的调停俄乌战争的话 那一定是川普 那么川普现在所使用的两个 类似以后要当所谓 国家安全顾问的两位幕僚 都已经在今天发出 他们对川普的建议了 是什么建议呢 各位 那么川普即将直接跟这个普丁见面 那么他不是这个等于说跟泽伦斯基见面 他是直接跟普丁见面 那么他跟普丁 为什么要跟普丁见面呢 普丁不是一直在威胁什么 核威胁核威胁之类的嘛 所以川普要跟他见面 来谈恶乌战争要暂停 那因为普丁他用高姿态嘛 用高姿态说你泽伦斯基就要退兵 就要怎么样 不可能泽伦斯基乌克兰就吞下去啊 所以现在呢 美国川普即将用一种方式 他如果当选美国总统 明年1月上任了以后呢 他要求要求两边即刻坐下来谈 然后呢立刻立刻停止交火 那紧接而来就是 乌克兰必须那么从前线 就敦巴斯啊 那么也撤军 但是不要求乌克兰承认说 那么俄罗斯现在所占领的这块地方呢 就是俄罗斯的土地 不 他就比照那克里米亚半岛 就是说你被俄罗斯占了 但是呢我美国也不承认 你乌克兰也不承认 但是你必须退平 拜登不是说要给他F-16 跟300公里的飞弹而已嘛 俄罗斯就已经 摩命转倒回 为什么 因为只靠这个相关的 欧盟给的 北约给的 这个F-16还不够嘛 大家都知道 还是要美国出手嘛 但问题就在这个地方 因为他美国能给的F-16 不好意思啊 等到美国的F-16 真正飞到了乌克兰的时候 那时候总统已经叫川普了 所以呢 昨天时机不听话不行啊 我一定要听话 虽然美国国会本人 通过了几百亿美元的 这个军援乌克兰嘛 但不好意思 下一任总统叫川普啊 所以呢 你拜的不可能 在一年底之间 就把几百亿美元 全部都送给乌克兰嘛 所以你说他是晚真的 他真的要解决 所有世界上所有的分阵 然后把所有的部队 还讲 他还要多派一个航空母舰到这个地方 然后把所有的爱国船飞弹 全部放在这个地方 然后要把所有的美国海军空母舰队 全部放在这个地方 他们真的要全力对付中国 我告诉你 但是为了让泽伦斯基听话 所以呢 川普是软硬监事 他不是指强迫 因为为了强迫乌克兰要退让 他打算怎么做 他打算让泽伦斯基 虽然乌克兰暂时从顿巴斯乌东 这些所谓的俄罗斯占领区啊 暂时不要交战 然后退回来 画了一个类似鸿沟维界这样 画了一条线这样 但是他要强化 全面强化乌克兰的军力 也就是说他要训练乌克兰 他不是说就算了 只要你泽伦斯基听我的 然后呢 我就把你整个这个乌克兰 全部武装起来 那武装起来 请问你啊 以后如果俄罗斯的普丁 他如果还想要继续占领的话 他难度是不是更高 所以他用这种方式就是 两边软硬监事 但你普丁如果不听话 我告诉你 我到时候援助他的 可不是现在这些东西啊 我可能越来越精密的飞弹啊 一波又一波的 全部给这个 等于说这个乌克兰嘛 所以他用这样的方式 去诱使两边听 我告诉他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他打算把他的这个手呢 伸回来 放在对付中国这个地方 所以对付中国很简单 他只要经济对付中国 习近平就被掐住脖子了嘛 所以他现在要把这个美国 深陷在乌克兰里闹 因为你弄太多钱 在乌克兰的身上了 是影响到美国的很地方布局 我们跟美国 不好意思啊 川普在前一任当总统的时候 卖台湾的武器都还没来耶 真假的 还没来耶 你知道吗 为什么因为都到乌克兰战场去了 所以还没来 拜登世上当了三年的美国总统 只给我们一些事 不客气讲 大部分是 如果万一老公要打到台湾 要打到台湾的过程当中 我们才用得到的刺针飞弹 标枪飞弹这些东西嘛 所以呢反而川普给当时给我们的事 能够直接咻咻咻咻几百公里 这样子保护台湾的东西嘛 所以现在呢 那么想当然了 那看得出来啊 川普要把重点放在对付中国这个地方 我们再讲说俄国战争值得台湾高度观视 是因为俄国战争用的武器 未来台湾跟中国用的武器就这一套 现在中国你防范的就SAM300 SAM400 跟台湾我就要打开 挡住打开你的SAM300 SAM400 这个东西是毛雨顿的一个战争 而现在更精彩了 现在我们知道在俄罗斯 在乌克兰战场上面 他的SAM300 SAM400 已经英雄无用之地 他根本就是废铁 所以他们把最神秘的SAM500 给弄出来了 就没有想到他的SAM500 居然也挡不过这个ATS CMS的这个攻击 照样被集会 你说现在中国人一个 TOKMOTO修了 SAM300 SAM400没有用 SAM500没有用 而且更可怕的是 这次环太平洋军演 我不是刚刚讲的 陆军战术飞弹 ATSCMS把你炸掉 这次环太平洋军演 我展示什么 标六飞弹已经变成 从舰载变成机载行了 如果标六出手 那所有的SAM300 SAM400 SAM500 都不是他的对手了 SAM500号称是 全世界最强的盾 这一场矛与盾的对截 竟然在这次的 俄乌战争当中 被轻易 由乌军的炮兵连 发射美军的 ATSKMS的战术飞弹 就把整个 俄军的SAM500给击毁了 这让大家 整个跌破眼镜 那你想想看 其他不管是俄罗斯 中国的最新的 防护的武器 你碰到其他美军 最先进的飞弹 你怎么办 没用了 那为什么会没用 你看 我们在讲说标6 神盾舰 大家都听过 神盾舰好厉害 神盾只是他的防护 跟他的雷达 和侦测系统 他最重要的 一定要有拦截飞弹 你们知道那个神盾舰 那一个拦截的飞弹 是什么吗 他就是在神盾舰上面 装上标6飞弹 所以神盾舰厉害 是厉害在他的征收 没错 征收之外 就要靠标6飞弹 去拦截 标6很厉害 标6飞弹 以前都装在 海军的军舰上面 只有用船来发射 然后侦测到 这个飞弹的时候呢 就靠这个 神盾舰上面的 标6飞弹 把他给击毁 没有想到 现在在环太平洋军演 被眼尖的记者 还有这个外界发现说 F-18大防风的战斗机 他的这个机翼 翅膀下面挂的 竟然是 空射型的标6飞弹 他的上面 虽然有一个型号 这个型号是写 MAIM腰拐4B 而且放大给大家看 这个蓝色 这蓝色像断带 一样的这个系 表示他是一个 训练用弹药 训练弹 也就是他没有装上了 这个火箭跟爆破的 这个装置 但是他有这个雷达 有Sensor 有可以这个雷达 导引的功能 所以基本上 他大底的这个 整个飞弹的形式 都出具了 而这个经过美军的解说 才知道说 原来他把那个标6飞弹 是用舰射式 在神盾舰上发射的 他改成由战斗机来装 那战斗机来装的话 他的射程也更远 射程到多远呢 射程至少到240公里 因为标6飞弹在舰上面射程 就是240公里 如果是真的话 那确定美军将在冷战时期 冷战时期美军有第一款的这个 等于是长城的空射型飞弹 是凤凰飞弹 是AIM-54 那如果这样的一个 MAIM 腰拐4B 标6的空射型飞弹 确定以后要在美军的战斗机 上面装的话 他是第二种美军的空射型 长距离的这样一个空射型飞弹 比我们空军拿到了这个 AIM-12栋120公里 105公里 射程更长 对 你等于 因为现在有的资料是说 现在如果标6飞弹 变成了这个所谓的机载型 也就是说 他在航空机上面的话 他可以射到400公里之外 是 所以你等于在台湾 假设我 我如果台湾的F-6战斗机 拿到这种飞弹 不管在台北或台中 或是台南 整个起飞的话 你直接在台湾上空 你的这个240到400公里 射程的飞弹 你整个中国大陆 对岸的福建射程的所有的军舰 跟战斗机和机场 全部都在他的射程范围内 那另外就是东升新闻 也去采访了 环太平洋军演 我们也上了 废之逻辑 刚刚讲的 现在这个 他这个所谓的这个战舰 这个神尊号 重新打造 重新打造 你就看到 未来美国的电战系统 有多么厉害了 对 环太平洋军演 还有一个亮点 东升新闻 他这个也有到现场 实际去采访 你现在看到的是 他的舰岛的中间 有一个我们台湾的海军的军舰上 也有看得到的那个方阵快炮 椭圆形那个在中间 他的方阵快炮 后面舰岛的后面呢 就是我们拉近的距离 再看 他的后面 右下方 有没有看到一个方形的东西 他那个就是 MSN的这样的反舰飞弹 MSN的反舰飞弹 就是像我们这样画面 圈起来这个地方 这是反舰飞弹 对 原来这个是装鱼叉反舰 我们现在在海军 也有这个鱼叉飞弹 然后也准备要这个 那个陆基型的 要这个反舰飞弹 那现在他直接要把 他们的这个船 装在了 这个是装在被支节路 为什么现在才悄悄的装上去 以前传出来说 他跟这个神盾舰的 这个系统不相容 后来应该是美国开始 克服了这样的一个问题 因为你看澳洲的神盾舰 和其他的这个国家的军舰 几乎都陆陆续续 换装成这样的一个MSN 为什么要装MSN 他比鱼叉厉害吗 他比鱼叉厉害 射程就比鱼叉远啊 鱼叉了不起 就是一百多公里啊 多一倍以上的话 而且他是更精准度高 而且他可以躲避敌方的雷达 他自己上面有一个 这个热成像的 红外线的一个寻标器 他的sensor啊 他可以发现说 雷达的讯号在侦测他的时候 他可以躲避 他可以做一个自我保护的装置 不让飞弹在发射出去之后 马上被人家雷达找到了 然后就要防护他 所以他会突穿 然后变成想办法去 击破这个敌人的目标 所以当这个被支节路号 我们才知道说三年前 七年前2017年的时候 6月17号 撞到日本商船 菲律宾的商船 是在日本附近 日本的外海撞到菲律宾上 你看破了一个大洞 后来就拉回去 美国的密西西比州 他们的一个这个 英格尔斯的这个造船厂 大修一番 本来那时候预估要3.08亿美金 后来修一修 最后是5.23亿美金 大概160亿台币 是很贵 但是没想到后来美国 把它装上了 刚刚我跟大家讲的 这个MSN的这个反舰飞弹 当然令各国大开眼界 说原来如果你这个 也可以装的话 本来它是要装在星座级的巡防舰 跟我们一般所熟知的LCS 它的近岸巡逻舰 那现在是不是代表 被制捷罗号装了之后呢 它也可以装到神盾舰 所以美军从海军的军舰 到空军的战斗机 你的战力都提升 老共当然会看在有点不爽吧 所以你看 他最近就利用他们的央视 释出了一批的这个画面 所以我们也有英纪18 英纪12 英纪18 他们还故意把英纪18的 这个反舰飞弹给秀出来 英纪18当然它可以浅射 入射 空射 也只有多种发射的方式 那它故意让这个英纪18 秀出来之后 透过央视的画面 出水了之后 贴着这个海面这样飞行 让敌人不容易插 发觉说它这个飞弹 在一开始出段发射的时候 是贴着海面赤音速飞行 等到接近目标的时候 再突然加速到3到4马赫 3到4马赫已经跟 这个我刚刚讲的标六飞弹 3.5马赫的速度一样快了 所以再用这种方式突然突击 这个敌人的目标 有这么厉害吗 那这是他们讲的 号称是这样的性能 所以我们看到他们现在 秀出这样的一个画面 感觉上你就是要跟 环太平洋将近30个国家 多国的联盟军队军舰潜舰 还有这个战斗机军纪 互别苗头 但是真的就是拳头比拳头 而且你讲说费事理局 除了刚刚讲的 这个飞弹系统改善之外 更可怕的是 它所有的电载系统都改变了 而这个电载系统改变 台湾也可以跟它联合作战了 这个电载系统改变 就在于说七年前 它或许没有再跟台湾有像 Link 16这样一个巴射模式 包括我们台湾 现在F16不是要买这个F16V吗 F16V的这个F16CD Block 7 Block 70 Block 72 它上面现在要装这个负捨之盾 台湾是五个国家其中之一 包括什么保加利亚 这个摩洛哥 这些国家都是美国选的说 这个负捨之盾 大家会觉得这是什么东西 我们的F16V是有负捨之盾 对 负捨之盾就让F16V变成有毒蛇战机的称号 为什么呢 因为以前我们的这个电载系统 我们常听到空军讲说要复挂 这个外挂式的这个电载夹舱 通常是外挂在这个下面 后来呢 大家都觉得外挂的电载夹舱 可能会跟它的系统出现卡卡的 那干脆是内建式的内线式 你看有这么多点 放在它的这个战斗机里面 它的反应更快 而且刚刚讲的这些电载系统 它可以跟这个我们的博胜案建置了 所有的这个Link-16相容 那美军的贝茲截罗 它就可以跟我们台湾做一个这个战场的识别 我们可以跟它联合作战 当然可以联合啊 因为我们就可以识别目标 它是友军 发现了那个没有我们的系统 而且我们共同发现它是敌军 美军贝茲截罗的这个驱逐舰 像他们军舱就同时可以跟我们台湾的什么 包括我们的恒指索这些 同时看到这个目标上 你是不是缩短了战场的反应时间 同步看到就同步摧毁了 所以为什么说Link-16 加上我们F-16 本来就有了AISA雷达 还有刚刚讲的负舌之盾 加大你的电站能力 而且还可以干扰敌军的这个电站系统 跟它的雷达去瘫痪它 这才能加速说美国跟台湾 变成一种联合作战的形态 你刚刚讲的 现在全世界讨论最多或者最恐惧的 就是川普重新回来当美国的总统 那这个对全世界来讲 当然一个翻天覆地的大变化 而你说俄乌 俄乌最近的战况 就变得更诡诀了 F-16真的已经进去了 而且F-16已经在执行任务了 现在在整个北米亚 克里米亚的这个半岛 甚至很多地方 很多的基地 很多的堡垒 莫名其妙被炸掉了 波兰已经提供这个 乌克兰24架的这个F-16战斗机 而且因为乌克兰的空军本身 会开F-16战斗机的飞行员不多 乌克兰甚至说要帮这个 波兰甚至说要帮乌克兰来找 我们的退役的这个飞行员 来协助你 所以你看来提供飞行员 提供你战斗机 还提供你飞行员 然后已经情势紧迫到这种地步 先讲你刚提到这个克里米亚 我先跟大家讲 俄罗斯跟乌克兰截至7月2号 他们当地7月2号的时间 晚上深夜10点 俄乌双方总共交战了136次 大家会想说 这一两天就交战了136次 你知道五六月平均 大概就是五六十次 一天五六十次 那结果他们的两天136次 这样子大概是过去的平 单日两倍以上 那为什么交战的次数那么频繁 俄军级 乌克兰也级 乌克兰他去攻击克里米亚 在克里米亚的这个飞奥伦特角 有一个这个俄罗斯占领区 他那个里面有90架的 那个见证者136的 那个无人机的那个基地 就把他全部给炸毁 那不断出动他们的这个 美国提供的这个武器 还有北约提供的这个武器 然后呢在这个卧富商事客 就是俄罗斯一直想要去攻哈尔克夫 那附近的卧富商事客 俄罗斯在卧富商事客的 集调场啊 他有一些一批的部队 在那边被包围了 那乌克兰现在在攻击他们 那俄罗斯想要派第二特种旅 83空降部队去救他们 乌克兰也集中部队去反攻他们 那另外呢 在波克罗夫斯基 这个地方啊 也是一样 因为现在乌克兰啊 中部南部东部 在7月2号下午1点半的时候 突然这个防空警报警铃大作 尤其是靠近中南部那边的 波克罗夫斯基 几乎俄罗斯部队进攻了43次 乌克兰就击退了31次 双方你来我往 然后呢 最近打得非常激烈 打得非常激烈 显示战事很急迫的 想要解决 比如说克里米亚一部分 还有哈尔克夫一部分 然后俄罗斯这个时候 如果川普上来以后 这个谈判事所难免 竟然谈判事所难免 我要在谈判之前取得筹码 对 所以这个时候俄军 这边俄罗斯就放出一个消息说 普丁不是刚刚有讲过 他才去这个越南 才去这个北韩访问过吗 接下来去哈萨克嘛 去了北韩之后呢 说金正恩答应他 会把这个朝鲜半岛 北韩他本身就有10个工兵旅啊 他至少会派一半 派几个过去乌克兰支援 哇 北韩的工兵要到乌克兰的战场 帮俄罗斯去进行什么排雷啦 还有这个修复他的桥梁基础设施的话 那不得了 北约就跳脚 如果到时候北韩的部队出现在这个 美国当然是警告北韩说你不要去哦 你去了会变炮灰哦 北约的讲法就跟美国不一样 如果乌克兰出现了北韩的部队在那边 那北约是不是也要考虑派部队去这个帮乌克兰 因为北约现在已经成立了 他的一个北约乌克兰安全援助与培训的计划 他其中有一个在德国威斯巴登这个地方 设立了指挥部 要训练包括乌克兰在内跟联盟的 总共700个人在那边哦 他作为这个布鲁赛尔的总部 跟威斯巴登指挥部 里面的一个沟通桥梁 还有北约也派了一个这个文职高阶官员 进驻基辅 在基辅那边他是当一个联络官 他负责跟德国的威斯巴登指挥部 跟布鲁赛尔的这个总部呢 做一个这样的双向联系 而且必须进行一个长期跟永久的支援乌克兰计划 为什么北约这样做 北约后来就跟这个西方的媒体直接讲说 他们也担心美国那边的选举 如果川普上台的话 后面会不会出现变数 他们必须确保乌克兰的战争 永久跟长期接受北约的资源 不会因为如果真的川普当选了 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我们来讲的非常热的状况下 到处都有起火 起火在俄罗斯有个最诡异的地方 他在莫斯科逐渐 他怎么讲 这栋大楼就突然起火了 起火了又大家一查 这里面有一家公司 是被美国点名的公司 点名的公司这个火一遭烧了以后 竟然有造成八个人死亡 好我们先来讲这个地方在哪里 这个地方是在莫斯科里 俄罗斯的莫斯科州 在这地方有一栋大楼 这栋大楼今天突然发生了起火 然后呢带了爆炸 所以从远远的看 就会看到这个火星的冒出 对整个就突然这个烧起来 然后烧起来之后呢 大家会想说到底是哪边起火 结果呢当地的消防队员说 他是每一层都起火 不是一个地方起火 然后呢往上串烧 就是这个画面 每一层都起火 然后呢他是一个完全燃烧的一个状态 所以你不管要怎么用水线去喷他 都是北水车型 因为他每一层都起火 然后大家就想说这栋大楼 到底为什么会突然发生起火 一次还有爆炸的一个声响 因为里面有一个是普拉坦研究所 普拉坦研究所你仔细去看哦 他看起来对外面来讲的话 就是一个综合的一个研究所 他也有很多的学者很多的一个专家 然后呢他做的是什么 学术的一个讨论 可是你再去勾计他们之前做的是什么 半导体的镭射 然后还有其他的视讯 还有其他的化合物 这些东西会化合物跟什么有关系 跟炸弹 跟飞弹 都有关系 然后过去来讲的话 他做飞弹跟做炸弹的地方 把他们变得更精细的一个地方 然后之前呢就被美国政府给制裁 所以呢如果这个研究所相关合作的厂商 是被美国实体制裁的 所以今天大家想说怎么会突然就发生了这个爆炸 而且这个爆炸是让你无法逃生的一个爆炸 所以很多的人就发生火警之后呢想要逃 发现是每一层都有火 所以 每层都有火 每一层都有火 所以呢他们就试的怎么样 想要真的是受不了 所以因为往上跑也不是 所以有些人他们就在破洞旁边挤在那个地方 然后呢准备云梯车问题是没有云梯车 然后呢因为他全面起火的情况之下呢 就只能怎么样 你要用直升机去灭火 但是直升机你再一趟 水下来之后 有线 有线要再去再一趟 所以大家受不了情况之下就跳了 跳了 你没有你下面没有升起气垫 然后呢就很多人就摔死在这里 所以这个大火造成了八个人死亡 八个人死亡里面有两个人 是因为受不了了跳楼死亡的 而且刚刚讲的这个灾难非常严重 是我们这样的不是讲说 在南韩出现了那个锂电子爆炸吗 它这里也一样 它这个爆炸威力会这么多 原因是 它这里面存了很多的氧气瓶 然后这个氧气瓶居然也一个一个爆炸出来了 对因为存了这个氧气瓶在这个地方 当火灾发生的时候呢 你就把它想象 它就是一个含氧量极致的东西 你知道火灾的话 它确实吸那个氧气 所以你有些太高温的地方的话 你氧气被吸走之后 你火是会加剧 结果在这个地方呢 有两千公司 它竟然都有存放这氧气瓶 就炸下去之后呢 你又吸了这些氧气的话 那火是越来越大 所以你说用直升机来救火 也没有办法 好 那另外就是 现在俄乌的战场 感觉上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 当然我们看到了 俄罗斯也出了他们一个 中级炸弹造成很大的伤亡 可是我们看到 现在乌克兰是越来越精准了 乌克兰的精准打击 现在竟然已经把俄罗斯 第726 它是一个防空训练中心 整个给炸掉了 好 防空训练中心呢 这个726防空训练中心 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4月的空照图 两个建筑物都非常的完整 那重点呢是这里 重点是这个机堡 这个机堡里面放的是无人机 然后呢到6月的时候呢 这两个建筑物 左边还完整 这边就发现一个状况 直接被炸光了 它是完全从地表上面移除 最后呢只剩下钢骨结构 里面的无人机都不见了 这就是现在的状况 对 而且它是干干净净的 它没有炸到旁边 它就直接把你清掉 然后重点就是说 你乌克兰到底是怎么去炸 大家都知道说 你打到这个地方 你用的就是巡翼飞弹嘛 那你没有意外巡翼飞弹 问题是什么样的巡翼飞弹呢 他们说可能是R360 就是海王星 海王星是什么飞弹 是他们乌克兰 他们自己之前研发的一个飞弹 所以算不算精准 其实没有那么精准 问题是可以飞越到300公里 400公里 你是不是西方又帮你调教了 以前我们想讲的 海王星把莫斯克号打掉的时候 它的射程大概不超过180公里 现在它的射程居然可以 从180公里到了300多公里 而且可以打这么准 所以大家就觉得很奇怪 你在战争的一个状况之下 二乌战争已经打了快要 两年六个月了 你怎么有时间去调整你的海王星 还有是不是其他 有西方国家帮你做了这些调整 如果这个方法可有效的话 那你所有乌克兰 你自己的飞弹 自己的战机 自己的这些武装的设备 是不是都有机会 那这个情况之下的话 变成说俄罗斯你根本挡不住 除了西方武器之外 连他们自己 污染的武器都可以升级了 我们看到当俄罗斯 一直不断地被攻击的时候 你刚刚讲你的练油场 你的练油槽 除油槽 这些很多 连你的什么无人机的训练中心 都被炸了以后 他居然把他一个所谓的大杀器 FAB3000给丢出来 这个杀伤力非常大吗 对 没错 那么最主要俄罗斯是要报复 乌克兰用美国所提供的 这个联合直接攻击飞弹 联合直接攻击飞弹 炸下去了以后 整个蘑菇云都上来嘛 造成很大的伤亡嘛 那么这个FAB3000 各位它有一个称号叫超级炸弹 为什么呢 它丢下来的时候呢 最明显的就是 会在这个地方造成一个很大的爆炸 那个爆炸弄起来就像一个蘑菇云 各位不要小看那个爆炸 这个爆炸威力有多大 那么它的威力可以在这个地方造成 那么大概半斤230公尺 大概直径500公尺大的伤亡 整个炮弹炸开 因为它的炮弹大概有三公吨这么大 三公吨这么重 所以它爆炸了以后呢 这230公尺半径里面的人 非死即伤 所以很难留有火口 很难逃过一劫啊 这就是这个为什么俄罗斯 故意已经连丢了三次这个 等于说FAB3000 那么故意要动磕乌克兰的 最主要原因 有用吗 我觉得没什么用 为什么呢 因为之前也丢了一些炸弹之母 等等飞弹 但是它会让美国更早要借口 提供更先进的这个炸弹 威力更大的 杀伤力更大的武器呢 给乌克兰 那么加以报复 刚才讲的 现在乌克兰的状况 感觉上又更紧张了吧 因为我现在已经开了绿灯 让你可以打到了俄罗斯的境内之后 现在我第一个 我是精准打击 但是俄罗斯更可怕 俄罗斯干脆 我就用最凶材的FAB3000 这个东西是用滑翔翼的 这个地方打得不是很准 可是它的杀伤力非常可怕 难道现在在这个地方 又有一个更可怕 更激烈的战争 正在发生当中吗 对 我们看到乌克兰 其实也不是省油的灯 其实我们知道 以前乌克兰就是在前苏联的 一个重要的军火中心 不是吗 所以你看到 它其实海王星 记不记得 当时打击成莫斯科号的 就是谁 海王星 所以后来 他们把这个所谓的 用在对舰的海王星 把它弄在 用陆基的 可以对上陆地上的 这样的海王星 所以增加了它的射程 这几天 这几个月来讲的话 都已经有消息传出来说 乌克兰不是只有拿美国武器而已 乌克兰自己把自己 过往的一些武器 也提升了 来做一些研发 来做一些增程 那这种做法就是说 你如果美国 不帮我的话 因为你知道 在这种情况之下 就需要靠美国的卫星定位 才有办法做 但是我自己的海王星 我可以自己打到俄罗斯本土 为什么不打呢 所以其实现在 就是乌克兰在做反击 当然我们知道说 俄罗斯现在所欠缺的就是什么 就是炮弹嘛 所以他才会去跟北韩要炮弹嘛 那现在来讲的话 用这种非传统的一些方法 或是用一些其他的 奇奇怪怪的武器 来对付乌克兰 那也可以说明一件事情 其实俄罗斯 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出招了 他的第六军团的指挥所 我居然透过ATS-EMS 我居然透过无人机 甚至你最神秘的苏凯57 我都不放过 而且乌克兰夺凶 他就直接演给你看 来 这就是我们发射的 包括我们这种 我们讲多广火箭系统 发射陆军战术导弹 他就把这个发射画面给你看 结果各位啊 这是我们来放给你看的 对 那你像 像如果在我们台湾发射这种东西 像演习 他不是 他真的有打到东西 为什么 因为下一秒呢 他就给你看另外一个镜头 就在克里米亚那边 俄罗斯原本他有一个 这种传统的这种 太空航太卫星接收站 其实早就没在用了 但最近他们把它转化成做什么 未来很有可能作为 核武打击的一个 我们讲指挥所 所以他特别瞄准这个就是 这边发完了陆军战术导弹 下一刻你看到他的未来的 这个核能的核弹的 这个指挥所马上爆炸 所以就在克里米亚有一个太空中心 太空中心有非常好的雷达 有非常好的指挥中心 没有想到 这个克里米亚 位在维迪诺的这个区域里面 它叫什么 一个卫星接收站 居然被炸掉了 对 而且这是两个画面凑在一起的 我这边发射 我跟你讲 我就是陆军战术导弹 这边我给你看 那我就把你这边炸烂 代表什么 你所有的境内范围 全部都在我掌控之后 因为各位你要知道 第一件事情 现在发生战争以来 包括克里米亚 甚至俄罗斯境内已经有158处 是俄罗斯被遭到攻击 你说俄罗斯境内有158处的军事设施 被攻击了 对 比如说什么卫星啊 练油场啊 谁打仗啊等等 已经被黄轰猛炸 各位你看这个图多密集 炸烂好不好 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 不对 那你原本应该有防空设备 防空设备萨姆300 萨姆400 15个系统 15套 也通通都被摧毁了啊 所以他们惨到又掉北极圈 又要掉到远东地区的部分啊 而且甚至到什么地步 到最近呢 我们讲狂轰猛炸 对不对 结果俄罗斯当然也有给他 拦截成功的机会 就是他发生陆军战术导战时候 没想到真的被俄罗斯拦截了 但是你知道这个可怕在哪里吗 拦截之后他掉落到碎片 掉落到碎蛋堡 你掉到哪里 掉到哪里 俄罗斯境内 现在你是全民都有可能有为 那为什么 因为当他发射5枚之后 我们讲的陆军战术导战的时候 其中呢4枚被拦截了 但好巧不巧 刚好掉到俄罗斯的这个海滩去 所以各位你现在看到画面 这俄罗斯的百姓非常倒霉 为什么 因为呢 本来陆军战术导战是要打军方设施 结果俄罗斯人的大天才 把他拦截下来之后 碎片下来全部砸到民众 因为现在有一个阴谋论说 你怎么会好死不死 刚好掉到这个海滩上面 下一种说法 刚刚提问也提到是 或许这就是美国故意的 这也可能是乌克兰故意的 我故意在这个地方空中爆炸 本来俄罗斯人 或是在克里米亚 觉得我吸陷无战事 我在俄罗斯的保护之下 我可以过着平安快乐的日子 可是我今天就在平民的上空 我让它爆炸 爆炸它特别强调 这个威力可怕在 它是个急速弹 急速弹里面 它的范围非常的广 这个东西你就买不了了 等于说它已经伤到一般的平民 伤到一般的平民 这个对俄罗斯来讲 它的内部会造成极大的恐惧吗 没有错 它就是要造成它内部的动荡 为什么 因为其实总共发射5枚 但4枚被拦截之后 有一枚被拦截啊 那一枚莫名其妙飞到 这个海滩上空 碰一个自己爆炸 那爆炸如果它是一般的炸弹 就算了 偏偏它又是急速弹 所以当然他们讲的 如果说俄罗斯连民众都会遭到波及 让它知道 战争不是自身事外 是你全民都有可能影响的嘛 而且不只是现在 现在俄罗斯整个境内 各个重要基地都遭到打击 比如说别尔哥罗德 我们刚才也有聊到 它有一个叫做什么 俄军的这种摩托化的这种指挥总部 理论上来讲指挥所是最安全的 结果你有没有看到 锁定发射 然后就在画面看到没有 指挥所被炸了 马上就直接被把你轟炸 而且不只是这样 包括我们讲的 克拉斯诺尔达尔这个地方 它也是一样类似的指挥所 Shed 136就是它直接给你看 来我们这个是卫星空拍 右方就是原本 而且这个就是刚刚讲 现在在俄罗斯战场上面 什么东西最重要 无人机最重要 这个就是他们的无人机的 一个训练中地 这也是他们无人机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研发基地 我现在就把你无人机 基地给炸掉了 对 没有错 你看它从我们刚才讲的 瞄准所谓的核弹发射系统 到它这个指挥中心 以及这个Shed 136 无人机的这种研发训练中心 代表这都是有所标的的精准打击 而且你能不能仔细注意到一点 我们刚才讲这两个 但包括罗斯托夫这个地方 也莫名其妙发生一场火灾 以及大爆炸 而且罗斯托夫的重要性是 它离莫斯科非常近 也就是说我现在虽然说 我不打你的莫斯科 因为美国真的讲 除了莫斯科跟克里姆宁宫之外 你现在的飞弹要打到哪里 我尊重乌克兰的意思 好 我莫斯科不打 可是离你旁边的罗斯托夫 它的变电战就被打掉了 对 说好不打脸蛋 我打屁股 打脚总可以了吧 你仔细看这整个连线 各位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个重点 包括这边罗斯托夫 距离莫斯科很近 但是这个库斯克 以及别尔格罗德 这全部都是靠近俄罗斯境内 甚至就是在禁令人的范围嘛 而且就连他们库斯克的火药库 各位你现在看到画面 非常壮观对不对 代表是原本无人机 也是他们的重要战力 火药库军火库也是他们的重要战力 结果全部通通被锁地 被乌克兰给歼灭 那代表一件事情呢 它不管是装备 不管是能力都已经全盘的 被乌克兰给攻陷 甚至是侵入到境内里面 而且我们以前讲说 这个恐攻恐怖都是什么 那是在西方世界里面 你在欧洲有恐攻 你在美国有恐攻 可是他们有想到 在俄国的达吉斯坦这个地方 刚刚讲的那个恐攻 它就直接炸进去了 直接炸进去 一名神父15个 15名的园警上升了 对保险哥这个叫倒霉的人 人哪 因为我们讲 你最不能想象的就是 俄罗斯竟然会遭到穆斯林的恐攻 而且你知道恐攻的东西 它是锁定教堂 就我们讲的东正教教堂 跟犹太教堂 很显然的有所谓的宗教意图 但它不只是轰炸 不只是炸火 甚至还有拿着步枪 在里头就对人扫射 所以你想想看 当内部处于这种内忧 而且到现在为止 俄罗斯连哪一个犯罪组织所所为 是伊斯兰教股还是说其他 不知道吗 也不知道 搞不清楚状况 就是说只知道是穆斯林 可能是宗教意图 所以对于普丁来讲 一头两个大 最后只好能抱抱自己的假面兄弟 我们讲金正恩来趋虚暖 你说现在在俄罗斯战场上出现一个 非常微妙的变化 因为过去两年的时间 战争态势是俄罗斯主攻 乌克兰一直在防守 可是当美国开了绿灯说 我现在北约的武器 我现在美国的武器 我可以打到俄罗斯的境内的时候 你说现在 整个攻守意味 猪羊变射 而且刚刚讲到 当我把你SAM-300 SAM-400 这些防空武器 打掉之后 你眼睛瞎了 你耳朵聋了 然后我们就看到 现在美国的 或者是整个西方世界的无人机 现在西方世界的航空性 长驱直入 更可怕的是 F-16的中队真的来了 抱歉 过去从2022年 打到目前为止的俄乌战争 主战场就在乌克兰境内 所以是俄罗斯主攻 一直攻在乌克兰里面 乌克兰是防守的一个角色 但是随着美国 把很多武器 原本给你的武器 明明可以打到300公里 他就给你封印住之后 现在把你打开封印之后 现在有一点点主客意味 而且攻守意味的味道 你说解封印有差这么多 你看最近一段时间 俄罗斯的境内的油端库 要么就是爆炸 然后链油厂被爆炸 军工厂被爆炸 连你的军团的总部都被爆炸 请问现在不是在乌克兰境内 是在俄罗斯境内发生 而且你现在看到这个画面 这个画面已经烧了三天三夜 烧了三天三夜 现在还止不了 对那主要原因就是 美国把这个海马寺 300公里封印也打开 所以他前一阵子 我们不是说吗 他也攻击到俄罗斯前线 百分之16的领土吗 但是我跟大家讲 现在未来可以提高到 百分之五六十以上 为什么 因为美国说了 你看 美国说了 美国可以攻击到俄罗斯前线 任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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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认定 认定的权利 是给乌克兰的 对那你想说 没有啊 当然海马斯也是只能攻击到 200公里 300公里左右 但是问题是 因为F-16要来了 保险F-16来的话 他给攻击的范围是非常广 而且现在又有大批的无人机 让这个地方 无人机也可以飞越好几百公里 所以接下来或许我们会看到 更多的俄罗斯的目标 搞不好就被无人机 或是被F-16给摧毁 那这就是有点主客 因为过去战争都在 这个乌克兰境内 未来搞不好 会打到你俄罗斯的这个境内 而且是我们看到的 现在美国在这场战争主导上面 它是有它的节奏感的 因为当我开了绿灯说 你可以去攻击俄罗斯境内 攻击的第一目标是什么 我们倒是非常惊讶 怎么SAM-300一下被端掉了 SAM-400被端掉了 短短在一个礼拜的时间 只有15套的SAM-300 SAM-400被端了 端了以后代表什么 代表你的防空系统没有了 你眼睛瞎了 耳朵聋了 耳朵聋了 眼睛瞎了以后 你就发现 它现在飞行机聚集了 居然把六军团的 它的整个指挥大楼 我把你给炸了 除了炸了以后 你就看到 刚刚的列邮厢 刚刚的这个所谓的出油槽 我也一个一个被你炸掉 如入无人之地 那今天更夸张的 现在又传出来说 刚刚那是讲 大概是五架六架这样子 这一次一口气 一两百架的无人机 刚刚先打着 先打你的指挥所 先打你的列邮厢 现在直接攻击你俄罗斯的军事基地了 而且我们不是说吗 美国有一个所谓地狱景象 现在俄罗斯就看到地狱景象 地狱景象是说 有非常多的无人机 结果乌克兰这一次就动用了 一两百架无人机就飞出去 所以你看这就是一个 类似地狱景象 那果然对俄罗斯造成伤害啊 你看前几天的这个炼油厂大火 还在烧 就这几天你看 无人机来供这个 俄国本土的这个 这个伊耶斯克的这个机场 你看这个机场 打机场了 整个着火 整个着火的这个状况 这是他的军用机场吗 对 没错 军用机场 另外一个就是他的无人机 又攻击了这个 俄罗斯本土的 卢克公司石油的油库 你看一直攻油库 练油厂 油库练油厂 然后又打一个这个 伊林斯基的这个油库练油厂 所以我昨天不是说吗 他现在已经没有油 他还要跟白俄罗斯跟哈萨克掉 你就知道我其实已经对俄罗斯的攻击 已经造成了某一个程度的冲击了 所以你是步步进兵 是先打你的上300 400的基地 基地打完 我打你的指挥所 打你的指挥所之后 我打你的练油厂 练油厂打完 我打你的机场了 对 没错 你看我们给大家看几个地方 这个主要攻击在这几个地方 保险一个是在坦波夫 坦波夫来说这个地方 你知道他距离乌克兰 有一千公里 一千公里 对 另外一个在这个 阿迪格共和国这个地方 距离乌克兰也有一千公里 然后另外一个比较靠近的 这个黑海这个地方 这个克拉斯达诺尔这个地方 距离乌克兰有六百公里 所以等于是你看 它现在无人机可以飞到 一千公里的这个地方 去攻击你 所以你说到时候 事实上乌克兰的无人机实力 的确是不容小觑 所以我们常常讲 虽远必诸 虽远必诸 现在对乌克兰来讲 真的虽远必诸了 所以这就是一个 攻守互换的这个概念 好 那除了我们就讲 刚才保杰提到 萨姆300 萨姆400 什么都被你摧毁之外 现在这个乌克兰 反正最重要一件事 就是把你的所有防空武器 把你端掉 你可以看到他们有一个 这个三毛矩的防空系统 这个比较短程的 比较旧的 对 你看 爆炸 爆炸是什么 这就是这个乌克兰公布 你看一个三毛矩系统在这个地方 然后我就用飞弹把你击回 可能是用海马斯就把他击 用海马斯打的 对 把他打掉 所以你知道他们目前为止 就是反正先把你的 这个所有的防空系统 我跟你讲 如果假设有一天 你所有的防空系统 都被我干光的时候 请问你 这个时候要怎么办 你怎么防御 你根本没办法防御 所以现在乌克兰用的就是这个方法 我先搓瞎你的眼睛 对 把你的所有眼睛都搓瞎 然后同时把你后援都完全断掉 后来接下来就可能会有 更大规模的地面反攻进行 所以说他现在连俄罗斯的三毛矩 都不放过 对啊 那你知道 事实上 而且你知道 他不只是说 我要打瞎你的这个三毛矩 打瞎你的这个SAM300 SAM400 他还跟美国要 他现在就跟美国说 你赶快给我这个爱国者武器嘛 所以现在美国 他们不是有一个法令出来吗 就是说未来的这个你有跟我购买这个爱国者 不好意思 台湾也可以按照规定的时间 但是其他国家全部都迪累 他说我们优先攻给这个乌克兰 所以你可见呢 乌克兰现在为止在说 不只要摧毁你的防空系统 我要加强我自己本身的防空能力 好 那刚刚讲的 当然俄罗斯这么骄傲的民族 我也不可能说我就乖乖的挨打 我要做这反攻 那这个就刚刚讲的 这个就是俄罗斯反攻的一个土 就没有想到 刚刚讲到 你现在打的无人机 你打的飞弹 大部分都被乌克兰拦截掉了 对 没错 为什么乌克兰需要很多的爱国者飞弹呢 甚至是一些防空系统 你看 因为俄罗斯不是省油灯 他也有这个无人机啊 也有飞弹啊 所以你看这个乌克兰的这个空军的报导 你看这个 从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俄罗斯机的 你看飞出去 飞出去有非常多 你看这个 这个所谓黄色的就是无人机 那这个红色的就是所谓他们的飞弹 结果没想到乌克兰就说 我们知道 他们有9枚飞弹 我们拦了5枚 另外一个还有27架无人机 我们全部拦住 所以那实际上 这就是乌克兰的这个能力 那乌克兰当然是 这个目前为止 在整个防空能力上 是绝对领先 这个俄罗斯的一个状况 而且你说 接下来 最精彩的大戏 最值得台湾关注的 就是它的F-16 已经编配好了 这个编配好了 刚刚讲 本来以为说 那乌克兰没有飞行员啊 你现在116架里面 你只有20个飞行员 你怎么飞呢 考了半天 全世界的佣兵已经准备好了 而且刚刚讲的 美国还不但附赠 送24架的F-16 还附赠飞行员 没错 这个乌克兰的这个飞 有拿到F-16100多台吗 那目前为止来说 他们乌克兰除了跟北约 在训练所谓相关的 这个飞行员之外 还有他们也到美国去训练 但是美国就说 你们现在开了飞机的经验不够久 但是美国现在想到一个方法 他们要送这个24架 F-16给乌克兰之后 他们还说飞行员 我们也送给你 附带飞行员 那你想那飞行员从哪里来 很简单 因为保洁你知道吗 F-16是几乎是有很多退役的军官 根据美国说 他们至少知道全世界 有上万名退役军官 他们飞行时数可能都非常非常多 你说在这个全世界 有至少一万名以上 懂得怎么使用F-16 那你看他们有实战经验 搞不好都有实战经验 都有真的开要赞赏上面 总比这些没有开过的菜鸟要好嘛 他就说我们帮你招募 那这24个人 或是一个中队左右人数 我们完全送到你那边去 所以保洁你知道 这个对俄罗斯就压力很大了 我们刚才讲到 这个你可以攻击俄罗斯的 Anywhere 这个F-16的范围是很宽广的 它的攻击力是很强的 所以你说我开绿灯 开绿灯不是说我的ATSM开绿灯 不是我的无人机开绿灯 我如果F-16也开绿灯 那就太可怕了吧 而且它的F-16 现在已经标准配配是AIM-120 它的射程在120公里 对 所以你就知道 事实上就目前为止 所以你也可以看得出来 为什么乌克兰一直要去 打下这个所谓防空飞弹 防空武器 搞不好接下来就是为了F-16 能够进去里面来说 进行一个蹂躪的动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